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2023年是气候变化的又一个创纪录年份 五个引起轰动的新闻故事 中国数字经济推动12个领域 目标是金融、科技和农业 中国任命新的国防部长接替被撤职的李尚福 在中国人口问题持续困扰的2022年 不愿结婚和生育的态度继续存在 请大家收看 2023年是气候变化的又一个创纪录年份 外交政策 2023年全球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创下新高 使全球在减排目标上进一步落后 美国国家海洋核大气管理局宣布 2023年将成为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发现 到2030年代初 全球可能会突破工业化前温度1.5摄氏度的临界点 然而 尽管国际社会呼吁淘汰化石燃料 但中国和美国在2023年批准了新的化石燃料项目 中国发放了数百个新的煤电厂许可证 而美国批准了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 包括在阿拉斯加进行有争议的石油钻探计划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上 谈判代表批准了一个为面临气候影响的国家提供损失和损害基金 但富裕国家只承诺了所需资金的一小部分 COP28的最终协议也未能呼吁全面淘汰化石燃料 总体而言 2023年让许多政策制定者和环保人士 对气候行动的进展感到失望 5个引起轰动的新闻故事 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杂志汇编了2023年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故事清单 其中包括对乌克兰战争、苏丹内战 中国在关键资源上的主导地位 以及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控制的报道 这些故事揭示了世界各地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权力斗争 中国数字经济推动12个领域 目标是金融、科技和农业 南华早报 中国国家数据管理局NDA已确定了 包括金融、技术和农业在内的12个领域 以推动数字化作为经济驱动力 NDA的三年行动计划 旨在实现数据产业每年超过20%的增长 并在2026年将数据交易翻倍 该计划还设想到 2026年有超过300个典型数据应用 数据应用示范区 以及具有创新和影响力的数据提供商和第三方机构 NDA将重点关注工业制造、农业、贸易、交通、金融服务和技术创新等行业 数字化推动将包括智能制造、农业生产整合 以及与金融机构共享税收和行业数据 NDA成立于10月 负责推动数字化发展、制定蓝图 引入数据共享的统一标准 并支持公共服务的数字化 中国任命新的国防部长接替被撤职的李尚福 南华早报 中国任命董军将军为新的国防部长 取代两个月前无故被撤职的李尚福 李氏首位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的中国国防部长 他的撤职发生在北京和华盛顿 在南海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升级之际 董军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曾在解放军的所有主要海军部门任职 他的任命可能有助于美中两国之间的高层军事沟通 中国国防部长的角色与其他国家不可比拟 其权力较少 主要充当军方的公众代表 在中国人口问题持续困扰的2022年 不愿结婚和生育的态度继续存在 南华早报 根据2023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中国人结婚和生育的意愿继续下降 对于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兴趣也显著减少 2022年 25至29岁人群的未婚率上升至51%以上 较去年的48.7%有所增加 育龄妇女的年生育率也从2021年的31.27 下降至2022年的30.22 导致这一下降的因素包括养家成本高昂和个人追求 这种人口压力威胁着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 苹果供应商力讯精密将以3亿美元的交易金额 控制关键的iPhone工厂 南华早报 苹果的中国制造合作伙伴力讯精密工业计划 收购和台湾合硕 Pogatron在中国昆山的iPhone组装工厂的62.5%股权 此举是苹果努力加强与中国大陆供应商的联系 并改善与北京的关系的一部分 这次收购预计将提升力讯与富士康 Foxcon的竞争力 富士康是苹果的主要合同制造商 力讯在苹果供应链中的重要性近年来迅速增长 苹果一直在培养中国供应商 已提升在北京的地位 因为大中华地区约占该公司总销售额的20% 然而 由于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苹果也正在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印度远离中国 咖啡硬注推 中国不断增长的咖啡需求 引发了激烈的咖啡馆竞争 南华早报 中国不断增长的咖啡消费 正在推动本土和外国咖啡连锁店之间的激烈竞争 中国现在拥有的品牌咖啡店比美国还多 分析师预测 随着咖啡店扩展到中等规模的城市 中国不断增长的咖啡需求将成为未来咖啡豆需求的关键驱动力 国际咖啡组织的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9月的一年长的季节内 中国的咖啡消费量比上一个周期增长了15% 达到了308万代 京东在反垄断诉讼中赢得对阿里巴巴的10亿元人民币赔偿 彭博社 京东在反垄断案中赢得了对其较大竞争对手阿里巴巴的1.4亿美元和解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认定阿里巴巴的天猫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要求卖家与其平台独家合作 京东于2017年发起诉讼 挑战阿里巴巴的独家要求 此判决是在监管机构于2020年底对阿里巴巴展开反垄断调查后做出的 该调查结果导致阿里巴巴因反垄断玫瑰行为被罚款28亿美元 并被要求停止某些做法 中国将在暂停两年后恢复最高科学奖 南华早报 中国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停办两年后重新启动 这些奖项是中国科学家最有声望的奖项 科技部已经更新了提名规则 这些规则进一步规范了提名流程 比如地方政府在提名之前必须咨询不少于5名相关领域的专家 一位科技政策专家说道 缅甸和中国中信集团将恢复停滞的深水港项目 日经亚洲 中国的中信集团与缅甸的军政府计划恢复在缅甸西部洛开邦的特别经济区 乔克比乌的长期延迟的深水港项目 这个港口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将成为连接中国大陆与印度洋的重要终点站 由于疫情和2021年缅甸军方接管政权造成的干扰 该项目曾被搁置 中信集团和其他中国企业正在与缅甸当局合作 在商业和安全领域建立立足点 开放性需要吸引5万名年轻美国人来中国 人才专家 南华早报 根据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退休教授大卫 齐格的说法 中国应该创造一个开放的氛围 吸引更多年轻的美国人来到中国 齐格表示 虽然中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 让5万名年轻美国人来中国是一个好目标 但实现这个目标将是一个挑战 他强调 中国创造一个欢迎年轻人来中国学习和工作的氛围 并向外国公司敞台大门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股市2280亿美元的反弹 是否预示着三年低迷的结束 南华早报 中国股市基准CSI300指数上涨2.3% 引发了人们对三年亏损可能结束的希望 因为外国买家回归 并重新考虑与人民币挂钩的资产 此外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至近7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这些积极的变化重新点燃了 人们对人民币资产可能已经过去最糟糕时期的乐观情绪 因为估值已经降至有吸引力的水平 中国修订公司法以加强资本出资规定 彭博社 中国立法者已经修订了该国的公司法 以对注册新公司的资本规定进行更严格的规定 这些变化将于2024年生效 要求股东在五年内注入申报的资本金额 对于一些关键行业 时间限制更短 修订只在关闭公司治理中的漏洞 防止金融风险 但一些企业家和律师对此变化表示担忧 他们表示这一变化出乎意料 带来了不确定性 人物年度回顾 我们最喜爱的2023年度星期六专访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发布了他们最喜爱的2023年周六人物专访 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人 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社区做出改变 其中一些专访 包括一名在埃及被监禁的青少年 他决心见证自己所遭受的虐待 一位在哥伦比亚倡导和平的人 他受到死亡威胁的困扰 以及一位在印度的父亲 他正在与自己的父权冲动做斗争 为女儿们创造更好的生活 其他专访涵盖了一位在乌克兰战线上 从事医疗工作的穆斯林神志人员 一位在曼谷揭露腐败的告密者 以及一位在巴黎经营发廊 并致力于设计卷发的科学家 这些专访突出了那些过着有意义生活 并对各种事业充满激情的个人 中国的华为声称通过强劲的销售 打破了围困 金融时报 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报告称 尽管面临美国的制裁 但其营收达到了三年来的最高水平 该公司表示 预计2023年全年销售额 将超过7000亿元人民币990亿美元 比上一年增长9% 这一结果是在华为在2020年 遭受美国制裁的情况下取得的 这些制裁严重影响了其核心业务 包括智能手机制造和基础设施设备销售 尽管面临挑战 华为的离岸销售因制裁而受到影响 但该公司对未来前景持乐观态度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和朋友 2023年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年份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首先 气候变化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创下新高 让我们的减排目标更加遥不可及 中国和美国在2023年 批准了新的化石燃料项目 这让我们对气候行动的进展感到失望 同时 全球最热的一年 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这个事实让我们更加担忧 在外交政策方面 乌克兰战争 苏丹内战 中国在关键资源上的主导地位 以及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控制 成为了2023年 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故事 这些故事 揭示了世界各地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权力斗争 中国的数字经济 推动了金融 科技和农业等12个领域的发展 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在数字化方面的努力 中国任命新的国防部长 这一举措可能有助于美中两国之间的高层军事沟通 我们也期待 这有助于缓解南海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在人口问题方面 中国人结婚和生育的意愿继续下降 这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构成了威胁 在商业领域 苹果的供应商力信精密 将控制关键的iPhone工厂 这显示了中国在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咖啡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不断增长 这推动了本土和外国咖啡连锁店之间的激烈竞争 中国现在拥有的品牌咖啡店比美国还多 京东在反垄断诉讼中赢得对阿里巴巴的10亿元人民币赔偿 这是对阿里巴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一次重要胜利 中国将恢复最高科学奖 这是对中国科学家的重要肯定和鼓励 缅甸和中国中信集团计划恢复停滞的深水港项目 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将加强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联系 最后 中国股市的反弹和人民币资产的回归 让人们对未来感到乐观 尽管仍面临一些挑战 以上就是2023年的一些重要新闻 我希望能够通过风趣 轻松的方式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些信息 现在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我想听听你们对这些新闻的看法和想法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